假如鼻涕版的进展植物都学会了气功 那眼神植物们是不是都要实验了 比如打嘴花 原来只能吃到一两个距离的僵尸 现在能吃整号 我再加一个豌豆树的手在嘴里 这不就成了十花豌豆了吗 扯痒了扯痒了 你们觉得学会气功后的进展植物谁最厉害 一号人选大锤鼓 学会气功后他唯一的缺点也没了 全体攻击加控制 这种是属于折磨型植物 第一波普通僵尸就这样被他折磨挂了 第二波杂乱僵尸啥僵尸都有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是学会了气功 但还是打不中飞行僵尸呀 这很重要会影响到他的排名 其他僵尸都能干掉 无非是花的时间久一点 第三波杂乱僵尸 有非常厉害的家伙存在 哎 我到现在才发现 他的攻击为什么能覆盖这么广 不是只要拿一小鸵儿吗 不过这都不重要 因为他马上要鸡了 第四波也是杂乱僵尸 而且还有一个老六 老六 直接将杀了他 我个人 老六也有今天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鸡肉猛男 看来控不住的 他是真打不过 二号人选 无赖花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 学会气功之后更无赖了 丢沙子减速脚先 土岩击退 匀腿击退 老远都能打到 但他不是群体攻击 所以这一大坨僵尸 应该是干不掉了 让他吃蛋球还差不多 真是他的强项 笑好人选 其实我懂 他 差点忘了 他本来就能远程攻击 那换成他吧 BT版第二大美女 至于第一是谁 我不说你们都知道吧 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 小手一抬一放 僵尸人头落地 忍者僵尸是图反抗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 十不知为枪快 十不知为枪又快又转 无敌 你们觉得谁最强